好热呀 这鬼天气啊 就应该在空调房里 喝啤酒 吃麻辣小龙虾 姑姑 我来了 阿小辛苦了 今天你田田姐有事请假了 你去送一下外卖吧 这地址发你手机了 乖呀 回来姑姑给你做好吃的 姑姑 这份是什么呀 麻辣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 对呀 麻辣小龙虾怎么了 快去送吧 这送完了 姑姑的店可是要被差评的 好了 姑姑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 阿晓呀阿晓 你就只有想麻辣小龙虾的命 没有吃的命 算了 不想了 走喽 亲生我姓阿晓 是酒先生啊原著 田田田制作组出品 全一期 现代言情小甜剧 麻辣小龙虾 欢迎您的收听 这人评论的是什么呀 外卖员敲眉声音太大 吵到我了 阿晓 你别生气 这一看就是恶意差评 其他人肯定也不会信 是吧老板 那个 阿晓啊 你再想想 是不是昨天送外卖的时候 你 姑姑 我没有 昨天 我就轻轻地敲了敲门啊 你好 白晨先生 你的外卖到了 你好 你的外卖到了 你好 你的 你好 请问是白晨吗 是我 你好 这是你点的外卖 祝你用彩愉快 是你 谢谢啊 事情就是这样 肯定是这小子故意找茬 要是这样的话 就没办法了 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 看他愿不愿意删除差评 有人下单了 大份麻辣小龙虾 不要辣 果然是昨天那个人 姑姑你看哪 麻辣小龙虾不要辣 这还不是找茬 好了阿晓 别生气了 不要辣 我们就做个酱香的 今儿就让田田去送吧 嗯 阿晓今天休息一天吧 我去送 不 我要去 这次差评是我的问题 我要去请他删除掉 您好 您的外卖到了 嗯 谢谢啊 哎 外卖你不准备给我了 你还有事吗 先生您好 我想请问 您为什么要给我们 颠差评呢 没看到评论吧 因为你敲门太大声 吵到我了 那先生 能不能麻烦您 删除差评啊 您知道吗 您的一个差评 对于苦心经营的小吃店 打击有多大 我们的员工 因为差评萎靡不振 我们的顾客 我还没说完呢 别以为你长得好看 就能为所欲为 啊 不是吧 这人怎么又给了个差评啊 嗯 什么啊 这人长得挺帅的 怎么就是不干人事啊 这次又是什么理由啊 这次又是什么理由啊 外卖员和我讲话的时候太凶了 不高兴 这算什么理由嘛 不高兴 我看他是没头脑才对 哎 阿小 你上次却不是让他消除差评的吗 呦 我 我怎么知道啊 我保证 我一点都不朽 讲话超级温柔有礼貌 肯定是他故意找茬的 哎呀 你说这人恶意差评 涂什么呢 涂到脑子不好使呗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不是吧 又是这个人 又是麻辣小龙虾 这人到底想干嘛啊 不知道 哎 阿小 要不今天我去送吧 不用不用 田田 你平时管店里就够忙了 送外卖这种小事就交给我吧 我倒要看看 这个白称想干嘛 那好吧 那你可千万别和人吵架 田田姐 你就放心吧 我脾气这么好 绝对不吵架 你呀 那个 白先生 你什么时候能写完啊 快了 你先坐啊 再等我十分钟 怎么回事 我不是来送外卖 并请他删除差评的吗 怎么就要在他家 等他小言小说了 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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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是被他的五官蒙了心了 好尴尬 我的脚趾都要扣住一栋 把比梦幻成宝了 你洗完了 嗯 久等了 没事没事 差评的事 能不能麻烦您 可以 嗯 差评我可以删除 但是 我有个交换条件 什么条件 你别紧张 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你也看到了 我是个全职作家 平时也没有时间做饭 嗯 所以呢 我 我可不会做饭啊 你别想 不是让你做饭 送饭就行啊 我吃的也不多 一天两顿 你给我送过来 当然 饭钱我会付给你的 你放心 就这么简单 对 就这么简单 你每天给我送饭 我就把差评 全都闪了 机长没事 不许反悔啊 反悔的是小狗 好 啊 他真这么说的 对啊 阿小啊 咱不去送了 万一他有别的想法怎么办 你一个女孩子 多危险啊 哎呀 姑姑 田田姐 你们就放心吧 那个白川细胳膊细腿的 我一个柔道时段 还怕打不过他 可是他 你们别担心了 就是送个饭而已 我很快就回来了 对了田田姐 你看看差评删除了没 看来他说话还算数 我去给他送饭咯 今天的午饭是米饭 配菜是糖醋排骨和蒜蓉西兰花 看在你说话算话的份上 免费送你一瓶柠檬茶 还不错 就是西兰花炒得太熟了 你是老奶奶吗 炒这么熟是怕自己咬不动 你的嘴可真毒啊 吃饭都堵不住 不过 还是谢谢你了 谢什么 我们这是平等交易 对了白川 你长得那么帅 怎么不去当明星啊 偏偏要写小说当作家 因为我喜欢的女孩 说未来要嫁给作家 哦 这样啊 那我能看看你写的小说吗 当然可以 用我的手机看 不用开会员 哦 好 你这个小说里面的女主角 和我同名同姓啊 是吗 那真巧啊 阿小 确实挺巧的 好了 别看了 你该回去了 我这就走 白川 你写的小说好棒啊 能让你觉得好棒 那看来我写的是真好啊 你看你这么帅 怎么偏偏长张嘴啊 是啊 毕竟有人长得一般还能长嘴 老天爷 老天爷总是公平的吧 哼 你这么毒蛇 怕是找不到女朋友的 阿小 看什么呢 这么入神 我在看白晨写的小说呢 你不是很讨厌她吗 怎么还会看她写的小说 没有啊 婷婷姐 我之前只是因为她给我们差评 有点不爽罢了 经过这几天给她送饭 我发现她虽然很毒蛇 但是人还是挺好的 写的小说也很好看 最重要的是 长得也帅 和她相处还是挺愉快的 你就是因为人家长得帅就不生气了 我 我哪有那么肤浅 好好好 我们阿小最有深度了 你小说看到哪了 看到男儿对女主逼婚了 这男儿可真的不是个好东西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还没更新呢 那你直接去问白琛啊 你是不是傻 进水楼台还不知先得月 对哦 我可以问白琛的 行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去给咱们大作家做饭 一会儿你给她送过去 好 天天姐辛苦了 白琛 女主被逼婚之后的剧情是什么呀 你最不想看到的剧情是什么 我不希望女主答应男儿的逼婚 OK 明白了 一会儿就更新 哦耶 等更新等更新 这个白琛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 更新了 阿小 阿小 饭做好了 嗯 你给她送过去吧 天天姐 你放这儿吧 我看完这张就去 阿小迫不得已答应了逼婚 这什么鬼啊 白琛不是说不会答应的吗 OK 明白了 他明白个锤子 哎 阿小 饭你忘带了 白琛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还以为你终于良心发现 做回人了 没想到是我把你想得太好了 陈南啊 罪大恶极 女主这么善良苦爱 怎么能答应跟他结婚呢 阿小 你知道吗 其实你生气的时候 真的蛮可爱的 你 你瞎说什么呀 我说 你生气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就像一只闹人的猫咪 你才是小猫呢 快点吃饭堵堵嘴吧 一起吃 不用了 我气都气饱了 是呀 嗯 今天的夏仁华诞 可真好吃啊 好吃我也不吃 我还记着呢 吃完饭我就改去行 可以吧 真的 嗯 我还能骗你不成 这倒也是 快点吃吧 把我们阿小饿瘦了怎么办 谁是你们阿小了 嗯 确实挺好吃的 好吃就多吃点 这不快过年了 你呢 也能多卖点钱 那你不吃也能卖很多钱 现在都学会反击了 那当然 我还会举一反三呢 哎哟 哎哟 阿小这么厉害啊 那 一会儿带你去游乐场作为奖励怎么样 真假的 真的 吃完我们就去 嗯 好 今天玩得可真开心 开心就好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下周也可以这么开心 嗯 我还没问你呢 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 请我出来玩啊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啊 算是吧 我写的小说要影视化了 昨天刚欠了合约 哇 这可是大好事啊 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我请你吃冰吧 走走 哎 别动 你头上 弱了片叶子 好了 好了就赶快走吧 天这么热 恭喜二位 成为我店第九十九的一情侣顾客 这是送给二位的礼物 不 我们不是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二位作为情侣 也可以享受冰品免费哦 来吃你干嘛 假装情侣可以免费啊 白嫖不爽吧 哦 哦 这样啊 你想吃什么 嗯 我要一份草莓雪花冰 你呢 我和你一样 两份草莓雪花冰 好的 请您收到 阿湘 你怎么突然这么沉默啊 啊 我没有啊 难不成 你真想做我女朋友啊 呸呸呸呸呸 谁愿意做你女朋友啊 打扰了 二位请慢用 谢谢啊 吃你的必要 闭嘴吧 好好好啊 我闭嘴 我闭嘴 难不成 你真想送我女朋友啊 我 这 我最近怎么总是想到白晨啊 奇了怪 店长我来了 哎 阿晓也在 今天怎么没去给白晨送饭啊 哦 她说她今天有事 就不用送了 阿晓 这一份青椒酿肉送三号桌 哎 好 哇 你看 姐姐和白晨他 当红花蛋 喝死我了 白晨了 你干嘛呀 都能到我衣服上了 请你倒霉啊 和你说话呢 对不起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啊 阿晓 你只是个普通人 白晨他 就该和更好的人在一起啊 社长 我喜欢你 你能做我男朋友吗 抱歉 我想 我们不合适 你不是早就知道吗 不该接近一个不能接近的人 到头来 难过的就只有你 阿晓 你和白晨 本来就是两条平行线 永远都不可能相交的 醒一醒吧 别做梦了 阿晓 这几天你怎么了 也不去给白晨送饭了 以前 不是挺叽叽的 甜甜姐 别提她了 我不想再和她有交集了 好吧 那我去送外卖了 那我去送外卖了 你这几天怎么没来 怎么不会消想 在忙吗 要不 还是把它删了吧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从今天开始 就不用送饭了 也好 这样的话 我和她 就不会再往来了吧 也好 请问之 白晨 阿晓 别跑 别跑 我有话对你说 我和那个女演员没有任何关系 剧组一起吃饭 但是狗仔只拍了我们两个人 你 你不用和我解释她 我都懂 阿晓 你不懂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有一个胖子 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 有一天 胖子看到了一个傻姑娘 为了一个人拼命练习羽毛球 为的就是能够和她在一个社团 刚开始胖子认为女孩很傻 可是后来 看着她一天天流汗地笑着 心里也跟着温暖了起来 是那个傻姑娘教会了胖子 就算再平凡 也要活得精彩 胖子暗恋了那傻姑娘三年 发誓 一定要优秀地站在她面前 现在 这个胖子做到了 羽毛球射 你是那个胖子 是的 我的傻姑娘 你还记得你曾经说过 今后 想嫁给一个作家吗 我 你是为了我 你是为了我 我用尽所有力气 去变得更好 至于那本小说 本来就是写给你的 主角的名字 不是乔和 阿晓 那你 那你还不早点向我表白 说我错了 我来得太晚了 不对啊 那你还说以后都不用送饭了 送饭只是借口 我只不过 想每天都要看到你而已 天际预报 说天气糟糕 但我还是怕 月会会祈祷 眼看着手机 怎么没了讯号 担心你的灰心我受不到 可是还好 就那么的巧 你总是能痛 和我一个频道 你传来微笑 真大的符号 这份温柔 我放在心里守候 最真大的美好 见到你一秒 一颗心为你 不懂不懂的空调 你让我忘记烦恼 记住你的微笑 每一天 只想在你身边围绕 最浪漫的美好 和你一起变老 一辈子情深 第一个跟你问好 最爱听你的唠叨 连半醉都喝笑 人来着 才是幸福的味道 遇见你就是美好 Zither Harp 听见日光 说听起座高 但我还是怕 学会回几道 眼看着手机 怎么没了讯号 担心你的灰心 我受不到 可是还好 就那么多久 你总是能痛 和我一个频道 你传来微笑 你传来微笑 简单的符号 这份温柔 我放在心里守候 最简单的美好 见到你的一秒 一颗心为你 普通普通的空调 你让我忘记烦恼 记住你的微笑 每一天 只剩在你身边围绕 最浪漫的美好 和你一起变老 一辈子情深 第一个跟你问好 最爱听你的唠叨 连半醉都喝笑 人来着 才是幸福的味道 最简单的美好 见到你的一秒 一颗心为你 普通普通的光调 你让我忘记烦恼 记住你的微笑 每一天 只剩在你身边围绕 最浪漫的美好 和你一起变老 一辈子情深 第一个跟你问好 最爱听你的唠叨 连半醉都喝笑 原来这才是幸福的味道 遇见你就是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